看到五二雷整容賴新德就職的前夕 那麼現在大陸國台辦宣布要懲戒五名嘴 好 哪五位呢 包含了 再可以看到是劉寶傑 黃世聰 李正浩 還有呢 在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是王毅川以及于北辰 這個部分呢 這個是王毅川 五位名嘴 那麼現在被點名的幾位 大部分認為是得到的光榮的制裁 我們來看看 保潔哥說出大事了 嚇死了 中共有這麼計較嗎 有這麼脆弱嗎 到底在怕什麼 那黃世聰就說了 怎麼被懲戒呢 因為踩到最怕的新紅線 現在大陸國家安全面臨的新威脅 就是惡意的滄水經濟的中國人 還有李正浩 他說獲得了光榮的制裁 不用羨慕我 他認為在當中被點名的王毅川 他認為說他沒有貢獻 應該還要換成像是范世平啦 或是陳博 比較合理 那至於在王毅川的部分呢 我們也來看到了 在這個還有于北辰 好 于北辰就說了 收到最大的一個榮耀勳章 那對於他發出黑名單 他要謝謝肯定 針對在這個五位的名嘴前立委 蔡政院分析 國台辦還沒有來公布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懲罰的季節 會不會五個人去泰國旅遊 大陸就通知說 這五個人是我們的通緝犯 那真的麻煩大了 因為跟大陸有司法互助的國家 可是很多的 時事評論黃毅認為說 這個舉動只會讓這五個人 他們呢價值飆升 節目的收視率增加 通告滿檔 所以其他的人就認為說 希望呢自己也被點名 紛紛加碼抗中 追求有一天自己也能夠上榜 總統府現在還發聲 權力要確保相關國人安全 不會讓這樣的威脅得逞 好 內政部長 雷翁朝中說了 無法接受非理性言論 而且深感厭惡 現在難道來加強保護嗎 網友說 警力不足了還在作秀 還有如果敢派人保護 去大陸再來講 以及也有人想問問說 確保立委問政不被威脅嗎 帶來看 國台辦一口祭典了五位 台灣政論節目常客 但被懲戒者似乎覺得沒什麼 我想起來應該是我講過說 這個中國的這個高鐵 我是不太有辦法跟中國人解釋 在台灣靠背跟靠腰的差別 不過傷了他們小粉紅的心 這話聽起來更像王毅川 把當初在偏綠政論節目上的論點 拿來再調侃一次 主持人李正浩也在臉書說 各位不用羨慕我在520前 獲得光榮的制裁 還相捧一下王毅川 稱他沒有貢獻 兩岸關係也不懂 應該換人比較合理 綠營人士把制裁當榮耀操作輿論 不過把高度提升來看 對岸出手的時間點有些巧妙 不單單只是在520就職大典前而已 路透社14號獨家報導 美國與台灣4月曾在太平洋聯合演習 但官方低調形勢並未對外宣布 15號上午 國台辦就出招 或許針對的不只是名嘴 而是他們支持的對象 對賴清德的一種訊號呢 這個可以這樣解讀啦 但是這個5個名嘴在台灣不算是最毒的人 國台辦可能對於這個節目影響力比較大 有所不滿 因為老是講一些不符合事實的話 表面懲治台灣名嘴 更多的可能還是市井新政府的那張嘴 記者攬網中張良浩台北報導 好 看到大陸的國台辦現在大動作 以傷害兩岸感情為由宣布要懲戒 五位的名嘴還有家屬 那麼你可以看到被點名 但是呢居然覺得很光榮嗎 那麼來看看其中這一位黃世聰 他因為過去在節目上 曾經提到說大陸喔 大陸人連榨菜都吃不起 引發了網友的反駁跟集體嘲笑 把他封為榨菜哥 好 于北辰呢 他在202012月談論到軍事的話題 他說你以為台灣的房子跟你一樣是土房子嗎 所以就被封上了一個土房哥 還有再來看到是在這個 王宇川的部分 去年呢 大家還記得嗎 大陸高鐵的座椅沒有靠背 前總統馬英九搭乘的這個靠背餐桌 桌子椅子都是準備好的 現在呢也被算是靠背哥 好 甚至呢 劉寶傑知名主持人他說出事了 出大事 嚇死我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吳嘉董事長就說了 平常談論非常多的兩岸問題 都沒有出現在制裁名單 非常清楚兩岸的爭議是什麼 這個時間點有一點巧妙 好 認為在520之前 要給賴政府一個下馬威 這是主要的目的 那麼再來看到是蔡正元卿問語就說了 還有跟這幾個人打過照面 似乎呢沒有很快樂 明顯看得出來也是有壓力的 至於在兩岸的部分 即將接上海集會董事長的行政 副院長鄭文燦 在行政會種辭之後強調 不利於兩岸發展 不符合自由民主的做法 就是傷害了兩岸之間的互動 也希望彼此能夠保持善意跟尊重 而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也提到 部分的人被點名覺得是光榮 這個立委怎麼看 帶來關心 任何有助於兩岸更和平 更對等 更善意的方向 我們會給予支持 但是不利於兩岸發展 而且不符合自由民主原則的任何做法 我想是傷害了兩岸之間的這個互動 那我想這些做法在台灣 是不容易得到支持的 我們希望能夠秉持著這個 互相尊重 善意對等的方向來走 我想這還是大的方向 某個程度上是亂講啦 老實說高鐵怎麼可能沒有座位 高鐵沒有座位的話 每個人就直接躺在位置上面了 沒有椅背就躺在位置上面了 執政黨不應該去在上面再去做事 再去多做 多去惹事 不要叫忍事生非 都去多造事端 因為美國也會對台灣的某些人 去做出像這樣的制裁 當台灣的某些人去除泛他們的這個利益的時候 當然日本也會有 說國家多多少少都會對某些 對他們國家有害 或對他們國家不友善的人物 發出這樣的通知 那剛好對我們我國的五個名嘴 那發出這個通知的國家是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特別注重 拿到這幾個人的身廟 拿到這幾個人的政治地位 拿到這幾個人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 這個中國大陸永遠是搞不懂這一套 他以為一壓會推出 台灣人民是這樣子的 結果上越壓他越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沒有必要 但是另外一面 五大民族也不需要 他這個講的 講的說他都會大 就是他的勳章 我覺得這個嚴越不要講這個 這個是基隆 中國大陸這個東西 我們比較擔心 這些人如果去中國大陸 有很多國家 比如說泰國 比如說馬來西亞 他會不會他們有時候不足 就把所有人 這些人都不會進去 他最傻 他最傻是全球性的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肌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скаж這個方法 都由生理回家 感谢观看